人在蓋 天在蓋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屆、十八屆、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原總理李克強上月27日因為突發心臟病逝世 享年68歲 網上流傳幾張疑似是李克強家寧堂的照片 相片中李克強的夫人程鴻神情哀傷 在場有吊燕者安慰他 李克強和程鴻在1983年結婚 欲有一女 秦鴻曾經去過美國做訪問學者 出版多部介紹美國自然的文學著作 也多次以總理夫人的身份外訪 包括2014年陪同李克強去過非洲四國訪問 李克強的遺體由上海運底北京之後 週四在北京白寶山革命公務進行火化 據了解李克強的葬禮會比照前國務院總理李鵬的級別 按照正國級規格進行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 週二會在天馬政府總部 禮賓府 各口岸和機場下半期治安